三峡大坝惊现巨型鱼群 引发众人担忧 为何专家却说不能抓 前段时间网络上出现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画面中三峡大坝附近的水面被密密麻麻的鱼类直接染成了黑色 这种场景让很多人都十分开心 毕竟早在2020年的时候 我国长江流域就已经开始实施鲸鱼计划了 如今出现这样的局面 正说明这鲸鱼计划起到了作用 不过正当所有人都处在兴奋的状态下时 却有人发表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 那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针对视频中大量的鱼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发现它们是一种名为杆鱼的肉食性鱼类 不仅体型相较于其他鱼类来说十分巨大 而且还会捕食水域中的其他鱼类 甚至还会对人类发起攻击 攻击性如此强的杆鱼也被人们称之为水中牢 根据资料显示 如今最大的杆鱼体长已经达到了3米左右 体重更是高达200多斤 每年的5到7月 是它们繁殖的高峰期 一旦这种时候 它们就会从下游地区前往上游 寻找合适的地方进行产卵 有很多养鱼的渔民都知道 杆鱼不仅体型巨大 而且它们的食量也十分惊人 每天可以吃下三四十斤的小鱼 而且它们的繁殖速度极快 如果在水库中放入杆鱼 那么很快水库中就会只剩下这一种鱼 而其他的鱼类均会被全部吃掉 正是由于杆鱼这种特殊的细性 让很多人对它们都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因此当三峡大坝附近出现杆鱼聚集的情况时 才会引起很大的恐慌 甚至有人提出对其进行人为干预 为何这种令人忧心忡忡的情况 专家却总是阻止人为干预呢 由于杆鱼的攻击性实在是太强 并且还会将其他的鱼类当成自己的食物 所以很多网友表示 如果再不进行人为干预 那么长江流域刚刚有所好转的生态系统 就会再次被破坏 然而这个话题在网络上热度持续增高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针对这一问题 专家们却表示根本不需要人为干预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人们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毕竟敢鱼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 甚至被很多渔民称之为害鱼 足以见得它们的威胁性究竟有多强 再加上长江流域本就生存着许多珍稀鱼类 如果不加以保护的话 数量难免会减少 早在几年前的时候 长江白巡的灭绝就足以让人们心痛不已 因此大部分人都会担心此类事情会再次发生 然而事实上 自然界的每一片区域都有着它们独特的生态系统 而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着自然界的平衡 那么必然是拥有着调节系统 所以敢鱼如今激进泛滥的情况 并不会完成生态链破解 而是它们正处于调节的过程中 而之所以会出现敢鱼聚集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它们正处于繁殖期 等到繁殖期一过 就能够很好地缓解这种现象的发生 既然如此 那么敢鱼的数量一直持续增加 难道不会造成更加严重后果吗 其实禁鱼期间难免会出现一些鱼类泛滥的情况 等到流域中的食物减少 那么敢鱼之间的竞争就会随之而增强 从而导致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 经过反复多次的调节之后 生态环境就会逐渐趋于平衡 所以即便是现在敢鱼的数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也不用过于担心 顺应环境的变化就可以了 敢鱼这种攻击性极强的鱼类 真的有必要受到人们的保护吗 有很多人都认为 敢鱼作为一种攻击性极强的鱼类 无论是对于其他鱼类还是对于人类来说 都是一种充满危险的物种 但人们依旧对其进行着保护 这又是为什么呢 自从长江禁鱼计划实行以来 敢鱼的生存状态得到了安全的保障 没有了人类行为的影响 再加上它们强大的战斗力 就能够肆无忌惮地理性繁衍了 所以如今敢鱼的数量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不过敢鱼作为劣势性鱼类 会给其他的鱼类造成威胁 因此很多人都表示 敢鱼并不应该受到人们的保护 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为了保证生态链的正常运转 生态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 而敢鱼作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它们的存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敢鱼不受人们保护 那么它们的数量必定会迅速降低 没有了它们的存在 水域中的其他鱼类就会肆无忌惮地繁衍 从而出现鱼类泛滥的情况 最终导致生态链断裂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即便是劣势性鱼类 也是需要被保护的 而它们也恰好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而存在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虚普文心争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